隋养帝唐太宗 一个是万人唾骂的暴君 一个是白氏流芳的圣君 但是谁能想到 这两个皇帝却是亲戚 两个人性格 还有着相似的志向与能力 既然如此 他们两人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结局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大结局 阴见不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隋养帝有着深谋圆绿的政治眼光 开凿运河 隋养帝有着坎比大宇的丰功伟绩 寻醒西域 隋养帝有着不输汉武的历史贡献 但是与此同时 他大惊楚慕 游信江都 东征西逃 又留下了浩大喜功 滥用名利的妈名 光与霍 势与非 都在隋养帝身上同时呈现 就像电池的正负两极 那么隋养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他究竟是英雄还是魔鬼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这个功过交织的隋养帝 中央民主大学 蒙曼傅教授 为您精彩点评 这个会预参办的悲情地方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 大结局 殷见不远 那今天最后一节我们讲什么呀 那我们就要总结一下隋养帝其人了 隋养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 他又给后来的唐朝留下了什么呢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隋养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 我想说三个评价 第一个评价 我想说隋养帝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 第二个评价 我想说隋养帝是一个有工业的皇帝 第三个评价 我想说隋养帝他也是一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怎么叫做有魅力的皇帝 其实隋养帝这个人呢 有两大魅力是锐不可当的 哪两大魅力 第一个就是理想高原 因为我们知道在隋朝建立之前呢 中国已经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了 在这几百年间固然不乏像什么北魏孝文帝呀 北周武帝呀那样的兴主 但是呢更多的也确实是那些雍雍碌碌的昏君 但是隋养帝就不一样了 隋养帝的的确确是一个有理想的皇帝呀 他就是要创建大业 就是要超卖前古的呀 那在国内他不是一直瞄准了盛世天子汉武帝吗 在国际关系上他不是一直想要当一个四夷臣服的圣人可汉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隋养帝一生也确实是东奔西奏 很少在都城停留时间超过半年以上 那这样的雄心壮志 这样的精力充沛 他其实透露出一个什么迹象 他就是透露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的新气象 就是这种新气象 让我们在一千年之后仍然会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的魅力 这是我们讲隋养帝的第一个魅力 第二个魅力是什么 隋养帝的第二个魅力是风流倜傥 怎么叫风流倜傥 我们拿他和他爸爸隋文帝一比就知道了 如果说理想高远 还是隋文帝 杨帝 父子两代共同的特征的话 那么在风流倜傥方面 隋文帝比杨帝可就差太远了 怎么叫差远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讲隋文帝结局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过一首诗 说隋文帝晚年的时候 曾经复诗一首 也是他唯一留存下来的一首诗 是这样写的 红颜俱集 欲貌虚语 一朝花落 白发难除 明年后岁 谁有谁无 这红颜 娇嫩的红颜能保存几天呢 我如玉一般的美貌也永远逝去了 就像花瓣跳落一样 白发瞬间就铺满了我的头顶 到明年到后年的今天 不知道谁还在这个世界上 谁已经永远的离开了 这诗写的怎么样 当时我们还分析过 这诗啊 它是感慨生命短促的 风格是很质朴的 而情调呢 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推腾感 那在这方面隋杨栗又不一样了 隋杨栗下什么诗啊 据隋杨栗写的一首诗 《春江花月夜》啊 它是这样写的 木将平不动 春花满阵开 流波将月去 朝水带青来 什么意思 在苍茫暮色之中 大江一动不动 像镜子一样的平稳 而春天的花朵正 绽开最娇艳的滋容 河流远去 好像把月亮也带走了 但是呢 与此同时 朝水涌来 又好像把星星 全部还给了我们 这是在引用什么 这是引用对生活的 对自然的 对美的 真挚的热爱 那大家想啊 隋文帝隋杨帝 一个腿堂 一个热情 一个质朴 一个浪漫 两相对比 谁能抵御隋杨帝的魅力 其实不光是诗啊 音乐歌舞也是一样的 我们讲过 隋文帝他是一个刻板的人嘛 所以呢 他特别相信音乐和政治 是直接相关的 他相信秘密之音 可以导致亡国 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怎么样啊 他当了皇帝之后 就一心追求雅乐正声啊 就是公平的严肃的音乐 那他这个雅乐 要雅到什么程度呢 按照隋书音乐制的说法呀 就是只用皇中一调 所有的音乐都只有一个调门 可是隋杨帝就不一样了 隋杨帝时代 雅乐要不要啊 宫廷雅乐嘛 那当然是要的 只不过呢 要融进江南发展起来的 鸟鸟良音啊 那俗乐就是艳乐要不要啊 那当然也要了 而且呢 还要特别嘉义的吸收 西域传进来的那个繁声附调 也就是隋文帝所批判的秘密之音 那他的这些新的原则意味着什么呀 隋杨帝这些原则意味着松绑 不仅是对音乐的松绑 对艺术的松绑 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松绑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 一定是需要欢乐 需要轻松 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的 一个有魅力的人 也一定是要赞赏欢乐 赞赏轻松 赞赏开放的呀 所以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说隋杨帝是有魅力的 这种魅力 无论是表现为高远的政治蓝图 还是表现为风流的艺术气息 反正都让人产生一种蓬勃向上的脸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 他代表着一种实在的向上的精神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人 他是康熙皇帝的表弟 他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 他出身贵胄 才华横溢 却历经坎坷 惆怅一生 他就是清代第一词人 纳兰姓德 纳兰这个人 他一生活的 其实就是一个字 情 为什么他出身豪门 却蔑视权贵 为什么他一生可求真爱 却又屡屡为爱所伤 这样一个纯情的人 他根本就不应该身在这个复杂的人世界 纳兰姓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 敬请关注 那第二个评价 第二个评价 我们说随阳帝是一个有工业的皇帝 有功绩 那他有什么功绩呢 随阳帝功绩太多了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随书阳帝本纪的说法 阳帝本纪怎么讲 阳帝本纪是这样评价的 什么意思 他说随阳帝他手中的地盘 他的领土比三代 比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时期还要大 那是一定的 三代时期其实挺小的 那还说他微家八方 很多少数民族都沉浮 都谁沉浮了呢 具体举例子 就是蝉鱼顿嗓 越长崇逸 说蝉鱼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 那都来叩首请罪了 那非常边远荒凉的小国 经过两道翻译 才能跟中原沟通的这些小的政权 也派出了使者 这是讲政治方面 那经历方面呢 这个阳帝本纪讲啊 随阳帝创造了那么多财富 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都城里 都堆满了钱 钱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捡到 从政治经济两个角度讲 这是在讲什么呀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赞美呀 再讲一种整体的繁荣啊 那你想随阳帝是随朝的第二代皇帝 一个第二代的皇帝 就能够达到这样无比繁盛的巅峰状态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呢 阳帝本纪算是对随阳帝的成就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问题是他这个评价是不是足以代表随阳帝的全部工业 这个评价很高 但是我们觉得他还是不能够代表随阳帝的全部工业 事实上随阳帝真正的那些功绩他都没说到 随阳帝有比这更重要的功劳 更重要的功劳是什么呀 那就是他修的那些大工程 还有他的那些大作为呀 什么大工程啊 咱们这里讲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工程 第一个营建东都洛阳 就是在西京大兴城之外 建立整个东部地区的政治核心 这种东西两都的思路不是到唐朝的时候 还一直继承下来 我们知道唐朝也是两经制 西京长安东京洛阳 这是一个大工程 那第二个大工程是什么呀 开刀大运河嘛 这是一条打通南北中三方的交通大动脉 就是沿着这条大动脉 北方的野蛮精悍之血 和南方的文质彬彬之气 才能交汇贯通 北方的政治中心 和南方逐渐成长出来的经济中心 也才能连成一个整体 这是第二个大工程 第三个大工程是修长城 这个我们讲过 这是针对北方突厥民族的军事防线 这个工程保留到什么时候 也保留到唐朝 因为我们知道中原民族 一直面临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 唐朝的时候突厥的势力继续存在 虽然说唐朝号称军事强盛 自己不修长城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隋阳帝修的这条长城的运用 在唐朝的时候 这继续是军事要塞 继续是屯兵守备之地 那这几项大工程都是隋阳帝一代之力就完成的 但是呢 他却能加汇唐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 一代人的功绩 唐朝有多少代皇帝 十八代皇帝 能够再加汇十八代皇帝 这毫无疑问应该算是大的功绪了 这是我们讲大工程 那再来看大作为 隋阳帝有什么大作为 我们还讲三个典型的事情 那三个典型的事情 第一个 群优江都 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要加强北方和江南的联系 提升江南的政治地位 巩固南北统一 那第二个大的作为是什么 初巡塞北 初巡塞北是要干什么 首先是要确立对东突 对东突决的宗主国地位 同时还要干什么 同时还要确立 隋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霸权 第三个作为是什么 第三个作为就是巡西域了 巡西域去干什么去了 首先把整个青海 纳入隋朝的版图 然后就是打通东西交通的大动脉 丝绸之路 我们为什么讲这三个大作为 这三个大作为的意义 犹如我们刚才讲那三个大工程的意义 意义在哪 都是为唐朝奠基 怎么就为唐朝奠基了 大家讲唐朝都知道一句话 唐朝人很羡慕的一个说法 叫做妖缠十万贯齐赫下扬州 唐朝人有了钱当了神仙 为什么要齐赫下扬州 那还不是因为隋扬帝重视扬州 奠定了江南繁华的基础 那我们讲隋扬帝 他有这么多的大工程 有这么多的大作为 他是花了多少时间来建立的这些工业 我们知道隋扬帝一共统治是十四年 但是到大业八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东征 从此之后国内建设就基本停顿下来了 所以这些大工程也好 大作为也好 他的取得其实就是前面八年时间的成果 一八年的时间能够建立这么多船只久远的工业 这个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 这也算是尖锋时刻 按照蒙曼老师的观点 隋扬帝的确是一个有魅力有工业的皇帝 但是既然隋扬帝有这么大的魅力 也建立了那么大的功绩 那就应该流氓版式万人尽然 他怎么会亡国呢 而且还顶着一个羊的嗜好 这可是整个中国古代最差的嗜好 那么在隋扬帝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这其实我们就要涉及到 我们刚才要对隋扬帝进行的第三个评价了 第三个评价是什么 我们说隋扬帝 他还是一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 隋扬帝有什么重大道德缺陷呢 最简单的讲法 那就是世财傲物 有财无德 隋扬帝有没有财 我们都得承认隋扬帝太有财了 无论是宏伟的政治蓝图 还是风雅的个人品位 哪个不需要才华横溢做基础 可是也正因为他太才华横溢了 所以隋扬帝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自负 自负到什么程度 把自己看作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但是把别人都看成老义了 所有的别人都只能是贯彻他的命令 服从他的意志 绝不能有任何的个人主张 甚至都不可以考虑任何的个人权利 那这样一来 在这个大英雄的领导下 普通老百姓可就惨了 比方说他建立那么多的大工程 他搞了那么大规模的战争 有没有征求过老百姓的意见 这个不可能 古代没有这个民意祈祷 那有没有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 要知道在雄才大于隋扬帝眼里 老百姓是什么 那就是给他的宏伟蓝图 天砖加瓦的一群工蚁 一群工蜂 本身一全不知道 既然如此 他们是否能够同意 是否能够承受 又有什么意义 咱们之前讲过 隋扬帝说过一句非常气人的话 还这么说的 天下人不欲多 多即相聚为道儿 天下人别那么多 人多了聚到一块就成抢道 所以怎么办 该杀的时候要杀人呢 那你想多死几个人在隋扬帝眼里 他不是事 更不是坏事 事实上还可以减少管理的难度 一个皇帝这样说 这样想 那不就是反人民吗 那老百姓不需要考虑了 官员需要不需要考虑 在隋扬帝心目中 官员也不需要考虑 为什么官员也不需要考虑呢 还是因为他自负 隋扬帝建立了那么多工业 一次一次的功劳 一次一次增强了他的自信心 也增强了他的自负感 他就觉得没有哪个官员会比他更聪明 所以如果官员赞同他的主张 他就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如果说官员居然胆敢不赞同他的主张 甚至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他是做什么 他不是做集思广义 直言及见 他视为孤名调遇 十恶不赦 那大家想 也无视官 也无视民 隋扬帝眼里到底还有谁 不就只有他自己这一个英雄 问题是一个皇帝 他这样适才傲物到底是什么后果 是不是真的就顶天立地站起来一个大英雄 不是 是站起来一个毒夫民贼 你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 非要把老百姓从家里赶出去 从土地上赶出去 赶到哪呢 赶到工地上 赶到战产上 最后赶到梁山上 那老百姓就只能是揭竿而起了 这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 官士民如草芥 则民士官如寇丑 隋扬帝末年土崩瓦解 这土崩不就是说老百姓造反吗 除了土崩还有什么 刚才我们讲除了土崩还有瓦解 所谓瓦解就是统治集团内部造反 我们讲过的隋末阳玄敢叛乱也好 李渊造反也好 这些人为什么要造反 除了我们肯定他们都有个人野心之外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什么因素 朝廷没有相信力 没有凝聚力 你想一个皇帝 他是嗜财傲物 不相信官员 不允许官员发表意见 不允许官员建功立业 那么官员也就很难跟国家产生这种修妻与共的感觉了 相反这种离心离德的情绪会越来越明显 一旦局势不稳 这些官员就要开始为自身利益打算了 李渊那是隋扬帝的亲戚 那是他的亲表哥 那不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是我们讲野心家 事实上就算那些没有改朝换代野心的那些所谓忠臣 他们面对这样强势的皇帝 也是不敢真正说话 所以我们现在分析隋王的原因 隋朝王于哪里 我们肯定首先会想到滥用民力 会想到三四中征 这是决策失误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直解原因 是表面原因 深层原因在哪里 深层原因是隋扬帝虽然有才华 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白当皇帝的道理 皇帝到底应该怎么当 一个皇帝最重要的任务 绝不是逞个人英雄 绝不是强迫所有人去服从自己的梦想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把皇帝个人的这个梦想和官员的理想和老百姓的梦想都给整合到一块 整合到一块带领所有人共同实现一个梦想 这才是一个好皇帝应该干的事 这很难啊 大家觉得 怎么样把皇帝的梦想和社会的梦想整合在一块 其实说难也不难 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几于立而立而立人 几于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够了 皇帝是有国的呀 那就应该允许老百姓有家呀 皇帝有政治理想 那就应该允许官员有政治主张啊 凡是考虑一下历史条件 把理想落在实处 脚踏实地 跟着节奏走 那不就可以把理想变成现实了吗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呀 遗憾的是隋阳帝虽然才华横溢 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点了 他就觉得皇帝的权力意志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呀 就觉得自己的聪明的大脑可以帮全国设定一个方案 然后呢 就可以靠自己的无限的权力意志去推行这个方案 他眼里只有谁 眼里只有自己呀 没有百官也没有百姓 这叫什么呀 这叫缺德 缺什么德 缺人君之德呀 唐朝初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功成而德衰 有善使者实凡 能克中者盖挂 一个人如果只有功没有德 那么开始那几步走得好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一直走到最后还走得好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隋阳帝就是很好的例子 正是因为隋阳帝是才傲物 有才无德 他的才华才没有能够真正发挥出应有的能量 而是走错了方向了 变成了歪财了 也就变成他破国王家的催命符 隋阳演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漂亮 说莫道有才能治国 须知亡国亦有才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才能要和德相符 我们现在也讲德才兼备 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隋阳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 用一个词来表示隋阳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 一个词 暴君 就是一个暴君 这个评价就涉及我们对古代皇帝的分类了 中国古代皇帝可以怎么分法 其实这是多种多样见仁见智的 但是无论怎样 我们还都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可一个基本的划分标准 怎么分呢 明君 暴君和昏君 就这三者 明君是什么样的 所谓明君就是有才有德 那什么是暴君 所谓暴君就是有才无德 那什么是昏君 所谓昏君就是无才无德 这三类基本皇帝里哪一类贡献最大评价最好 一定是明君 既能特己负礼又有文治武功 怎么可能评价不好 一定是那种一人有庆照民赖志 功在当代 力在天秋 唐太宗就是这样一个明君的典范 明到什么程度 明到圣的程度 那我们知道最好的是明君了 如果说找一个危害最大的 三类皇帝之中哪一类危害最大 很多人说是昏君 其实真的是应该是暴君 为什么 因为昏君无才 暴君有才 一个无才无德的皇帝顶多是醉生梦死 他固然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但是话说回来 他想要有什么危害 他都没那本事 但是暴君就不一样了 暴君是有才无德呀 他本领强 能力大 足可以让四海沸腾 民不聊生 这样的皇帝固然可能会建立工业 甚至可能会像隋阳帝那样建立一些历在千秋的工业 但是你放心 他同时代的老百姓一定会苦不堪言 他一定会罪在党外成为万众破骂的悲剧人物 隋阳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便饭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隋阳帝有才 他的才足可以建立工业 傲视群群 但是他的才也足可以让四海沸腾 民不聊生 因为他没有爱养百姓的情况 但是就在大暴君隋阳帝之后 很快就崛起了中国历史上 号称千秋地盤的盛军 唐太宗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戏剧性的呈现 在这戏剧性的背后 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呢 北京红星与您共同品味经典文化 我们刚才在讲明君的时候代表人物是唐太宗 我们讲暴君的时候给的代表人物是隋阳帝 什么意思 恰恰就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后 紧接着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或者置换出我们开始那个提问 隋阳帝到底给既之而起的唐朝提供了什么 这两者之间绝对是有联系的 有什么联系 没有隋阳帝恐怕就难有后来的唐太宗 因为隋阳帝给唐太宗送了一个最好最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 教训 就是教训 没有隋阳帝提供的教训 没准唐太宗就会成为第二个隋阳帝 我们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唐太宗和隋阳帝其实太像了 像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唐史学家叫胡如雷先生 他说过一句话 说李世民之于阳广 如影随形 但不是相似的形影 而是一个头角倒立的水中倒影 李世民站在这 隋阳帝就在水面上倒影在这 都能成倒影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真相 哪方面相 方方面面都相 首先身份相 两个人都是官吴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 而且是挺近的亲戚 隋阳帝的母亲独孤皇后 正是唐太宗的姨奶奶 是他奶奶的姐妹 所以说唐太宗见了隋阳帝要叫表叔的 这是一个家族的成员 这是第一个相 第二个什么相 经历相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前任皇帝的二儿子 都没有资格当接班的 但是早年都是功勋捉住 因此也都野心勃勃 为了能够不次接班 两个人都大搞阴谋诡计 而且搞阴谋诡计的时候 都是无所不用其极 心黑手狠 隋阳帝不是搞过人寿宫殿吗 唐太宗更是闹出了大名鼎鼎的玄武门之变 所以说当皇帝的来路都不怎么正 私德都不怎么好 这是第二点相 经历相 第三点什么相 理想也相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自视甚高之人 都想名垂青史 因此当皇帝都当的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可是就这么相似的两个人 日后的评价是天选帝格 唐太宗那是明君中的明君 那是流芳千载的 隋阳帝那是暴君中的暴君 是遗臭万年的呀 为什么这么相的两个人 结局是这么盼弱于你呀 最关键的因素 是隋阳帝实实在在给唐太宗提供教训 什么教训 两个教训最重要哈 第一个教训 人民值得尊重 第二个教训 君主需要节制 怎么叫人民值得尊重 要知道唐太宗 那是在隋末农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他是亲身参与过这场战争的 也就是说他是亲眼见识过人民的力量的 所以他对人民的看法 那和隋阳帝就截然不同 正因为有这个认识 所以唐太宗才会说那句非常著名的话 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 君 周也 人 水也 水能载周 亦能复周 他还说什么呀 李世民还说呀 唯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由歌谷以担负 负宝而身币 当皇帝怎么当 第一要素就是爱养百姓 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 来成全自己的利益 那叫什么呀 那叫搁大腿上的肉吃 来填饱肚子 肚子填饱了 腿上的肉没了 人也就该死了呀 那把这两句话和隋阳帝那句著名的 天下人不欲多 多则相聚为道放在一起 这精神境界不就高下利盼了 正因为唐太宗有这么样的深刻认识 所以他才能在当了皇帝之后 好长一段时间之内 不兴大公义 不夺农食 休养生息 这样一来 随末流离失所的老百姓 不是才能够在唐初迅速安定下来吗 所谓真冠之志 不就是这些老百姓给捧出来的吗 那再来看第二个教训 君主需要节制 节制什么呀 节制欲望 节制权力 随杨帝不就是因为超越周汉的欲望太强烈 权力又太大 无人制衡 所以才会不停的大兴公义 东征西讨 最后走上逆天虐民的道路 那怎么样节制欲望 唐太宗给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什么答案 两个字 自律 就是自律 他说的挺漂亮的 他说安人宁国为在于君 君无为则人乐 君多欲则人苦 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不是老百姓 也不是官员 就是君主 君主如果有很多欲望的话 老百姓就会痛苦 君主如果没什么欲望的话 人就会快乐 那一个君主到底应该节制什么欲望 我们很多人会想到节制那种奢侈腐化之欲 对不对 其实绝不仅仅如此 不仅要节制到节制建功立业的欲望 至少要把这些欲望 节制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否则你超越了人民的承受力 你连政权都保不住 怎么还可能再建功立业呢 好事一定会变坏事的 这是节制欲望 那怎么样节制权力 唐太宗误说的道理也很简单 也是两个字 那贱 唐太宗不是问过魏征吗 何谓明君暗君 好皇帝怎样 坏皇帝怎样 魏征有一个著名的答复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成语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只有多方采大意见 才能够避免皇帝刚愎自用 才能够充分群策群力 才能避免更多的政治实物 那唐太宗能有这个态度 不就和隋扬帝嗜财傲物 形成鲜明对比 唐太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 会说话的程度犹如隋扬帝 但是隋扬帝的那些好听的话 留下来的不多 唐太宗的留下来就很多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他留下来一个什么好听的话呢 咱们现在大家经常引用 以示威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隋朝这个薄星肃王的反差 有多强烈 隋扬帝这个人物 他的这个作为反面教材的力量 就有多大 正因为有隋扬帝给出的这种 明星刻骨的教训 唐太宗才能够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啊 才能够尽身结育 求贤纳建 才能够成长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代圣君 而隋扬帝呢 他之前没有过这些教训 他太顺利了 所以他只能成为唐太宗的一个倒影 唐太宗的一个反面 那其实我们从开始讲隋扬帝以来啊 我们一直在讲隋扬帝心好不好 隋扬帝对皇帝事业的用心好不好 挺好的 他一直真是想做一个超卖前古的好皇帝啊 可是最后呢 却成了笔记小说里 这个塑造的坏典型了 成为老百姓心目中荒音无耻的这个 这个反面形象了 而且顶着一个阳字盖棺定论 平心而论啊 以他的工业而言 这个阳字是非常不公正的呀 历史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公正 但是历史有公正的时候 什么时候公正呢 就在隋扬帝身后 崛起了一个继威武雄大唐王朝 而在现在的史书之中 隋唐连称已经成为定局了 也就是说隋扬帝用自己的教训 给大唐盛世奠基了 这其实也算是公正的历史 给隋扬帝这个悲剧人物 最后的一点安慰了 好 谢谢大家 他与康熙皇帝统领 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 他出身贵胄 才华横溢 却经历坎坷 惆怅一生 他就是清出第一词人 纳兰信德 他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困惑和谜团 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 第一集 我是人间惆怅客